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0日,星期一,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节目 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黎巴嫩的政府已经整个就是辞职了 这个呢,也是上周这个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爆炸之后呢 不到一个星期时间,整个政府都宣布辞职了 那次爆炸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是160人死亡,而且呢是几千人受伤 从那之后呢,就掀起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游行,而且成为了一个暴力的示威游行 这个黎巴嫩的总理哈桑·迪阿布,他呢也是给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了他的辞职,还有他整个这个政府的辞职 在这之前呢,已经有三个内阁成员宣布辞职了 还有七位这个国会的这个成员 我们知道,从这个大爆炸之后呢 很多黎巴嫩人呢,走上了街头进行示威游行 而且呢,是这个非常暴力的这种示威游行 来发泄他们的愤怒,扔这个石块啊 还有这个烟花呀等等 而且政府为了维持秩序呢,也是向这个示威人群发了好几轮的这个催泪瓦斯 而且这个示威人群呢,已经是大规模的围住了这个议会大厦呀还有这个总理府呢 所以这个危机是非常严重,结果当地时间周一晚上这个总理也是禁不住压力 最终呢,是宣布整个政府呢,总辞职 现在呢,也就是仅仅一个星期时间 因为上周二的时候是发生了这个大爆炸 到现在为止呢,基本上是这个整整一周 差一天一周,我们可以看这些呢 就是周六的时候,这个贝鲁特的很多示威游行的人群呢 非常是这个人山人海的 然后这个路透社呢,是发了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个专门消息 就是特别报道,黎巴嫩的这个power struggle 就是这个电力的挣扎 为什么一个世外的国家不能就是把灯打开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长的文章 他就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啊 讲了黎巴嫩自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从二战之后呢,在这个法国殖民地下脱离出 独立之后呢,这么多年一直都是 这个电力呢,非常紧张 这个配图呢,也是一个这个老人 在他贝鲁特家中呢 也是厨房里面被迫用着蜡烛 因为经常这个停电 基本上是已经锡围长了 写的呢,也是比较深 但是也非常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链接呢,写到这里 发到我视频的下面吧 所以这个黎巴嫩呢 现在这个正局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混乱 而且呢,黎巴嫩已经是这个一年之内要第三次换总理了 政权也非常不稳定 我希望呢,就是中国将来一直维持这种比较稳定的 而不希望呢 一场这种所谓的这个民主革命什么的 打这个旗号 让我们国家也陷入到这些 很多其他中东国家呀 这些什么 过去 十年 这种阿拉伯之春这种革命的这个恶圈之中 因为呢,历史已经证明 靠这些革命的方式呢 暴力的方式 其实是 无法换来一个国家的这个 崛起 还有稳定的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